昨天我看到這樣的一個新聞 我整個人都快分掉了 你像譬如說我們一直在 本來是從那154字 然後大家開始在討論 在野黨開始去做文章 然後接下來其實 我本來就是跟農會講說 這個要好好處理 後來我看到整個非洲豬瘟 我會認為 這個新聞馬上一定會被蓋掉了 為什麼 因為這對國內衝擊是太大 你這一次去看到 像這一次非洲豬瘟這樣一進來以後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你看9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這樣子進來 進來以後我們好不容易 費了24年的時間拔針 去年才拔針而已 一拔針完以後 其實你再去把過去那一段的歷史 對我們這些農家子弟來看的話 我們是這個是點地在心頭 本來台灣養豬的有多少 2萬多戶 現在你剛才剩下幾千個 才不到1萬 那已經差出這麼多了 本來以前台灣的豬肉的一個出口 到日本就快上千億了 結果二十幾年來 我們的豬肉是沒有辦法出口的 好不容易非洲豬瘟這一波 我們蘇貞昌院長他上來的時候 他就是到整個海關去宣示的 結果昨天看到這樣子 這個還有一千多個地點 現在好像說一千三百多個地點 要去慢慢慢慢去訪查 對 這行為人當然現在都已經被生壓了 但是重點是說 已經收壓境界了 但是重點是說 如果是延遲這樣子而擴散的話 對我們台灣的一個養豬業 你看衝擊會多大 太可怕了吧 真的只有養豬業嗎 我們本來前陣子說我們守住了 我們有滷肉飯吃了 那現在如果說 這一些走私的一個肉品 如果說真的到處去 因為到最後會變廚餘 那廚餘再拿來養豬的話 完啦 完蛋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這個 好可怕 那所以說 所以說 大家好不容易 國人一起 把這個防疫的一個缺果 把它給堵起來 可是就這種 這種害群之馬 這種敗類 而且也是壘伴 跟前面這個走私的 這個猪肉進來的 也是壘伴 然後前面那些走私 那些貓小動物的 也是壘伴 那這些人都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他才不管你說什麼台灣社會 到底會不會有什麼破口 我能賺錢就賺錢 小動物進口進來 哪怕他會什麼散播 什麼狂犬病毒 什麼口蹄 那是你家的事 他想的是賺到錢就好了 好啦 那如果說我們政府花了那麼多錢 花了那麼多人力 那麼多心思 那這一次因此 讓非洲豬瘟 這樣正式的對台灣來扣關 似乎現在是已經流入四面了 對 所以我覺得政府現在亡羊補牢 能做的事情 你看為什麼會到生壓 他進口一個豬肉而已 為什麼要把它給生壓 就是說怕你賣到什麼地方去 你到時候煎不吐食 所以我很擔心的就是越南來的 這一些越南的他們在台灣也有很多人 他們不斷的去擴散擴散 那到底擴散到什麼地方去 小吃店也都不知道 那所以政府出了上井八條 全力去查氣 全力去追查 把這一些全部給拿回來 趕快把它給銷毀之外 別無他法啦 但是這對台灣來講的話 又產生了一次的一個重大的危機 第一個 豬瘟的情況 他剛剛講 就剛剛講到說 他基本上雖然是從越南過來的肉製品 可是他基本上 這個非洲豬瘟 一開始是源自於中國 那非洲豬瘟 他這個可怕的地方在於說 他在這個 就算在肉製品裡面 他可以保存一千天 那一樣 當他傳染到豬隻的時候 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這是豬瘟的部分 那剛剛講 這個可愛的小貓咪的部分 他是可能會帶有狂犬病 而且我如果沒記錯 在貓咪的身上 比在狗狗的身上 狂犬病可以留得更久 對 而且如果台灣 因為這樣被成狂犬病的破口疫區 它是至少是三年以上的一個觀察 那豬瘟就更久了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情況 你會看到說 第一 它的來源 基本上都來自於中國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中國本身 它有各式各樣的疾病 不要忘了還有這一次造成全世界 影響最大的武漢肺炎的問題 所以當你整個來看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邊境的管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當你影響到的時候 剛才講豬肉的狀況 豬瘟的狀況 你影響到的是整個的豬肉產業 它的產值是超過1700億 而且我們去年剛剛才講到 去年才不容易從口提議的疫區出去 那如果是貓咪的情況 如果你按照這個 現在把這繼續走的話 你影響到的是什麼 影響到是未來狂犬病疫區 那我有查過 在之前可以出國的時候 我們國人那些愛貓愛狗的人士 每年大概都會出國 大概有時候會到7000到8000的動物出去 你想想看這些人 如果他變狂犬病 那個後面的流程是多麼的複雜 所以這些衝擊影響都是大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疫情的部分 我剛才看邊境的管理不是只有動物 不是只有這個產品 那還包括人的部分 光上個禮拜 金門的偷渡就三起 而且有一起我覺得最詭異的是 有台灣人從大陸偷渡回金門 而且這偷渡回來 他們很專業 他們身上只戴兩個東西 口罩跟大火機要抽驗 口罩跟大火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只戴口罩 我估計啦 我估計這些台灣人 第一他耐不住中國疫情的嚴重 他會怕嘛 又不敢搭中國的疫苗 回來那個14天的防檢疫 又不想隔離 又不想隔離 所以有這種偷渡的心情過來 那金門一口氣三起 光上個禮拜 那你從這裡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事實上包括這種 人的防疫的邊境管理 也很重要 那好玩的是 不管是現在的武漢肺炎 不管是我們碰到貓咪的 這個來自於中國的 這個疫區的狂犬病的問題 不管是肉品來自於非洲豬瘟 也是來自於中國的問題 其實你會發現 中國搞得好像是一個大毒窟一樣 從人到動物到製品 全部都有各式各樣的病毒 所以為什麼說 在邊境上面的嚴防嚴控 有它的重要性存在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不去嚴防嚴控的話 我們損失是我們的產業 我們損失是我們的健康 我們損失的是可能更多合法的 這些可愛的這些小動物們 在台灣的一個生存的環境 所以整個來看 我覺得國民黨也真的 用理性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的橫平 其實是你必須在邊境的防控 跟所謂的動保或者是人權當中 你去做一些橫平的過程 那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邊境防控的 各式各樣的政策 它是它有它的有效性 而且也應該要這樣做 我們才能夠保護住我們自己